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Grace Life海滩速成计划的最后一天 今天呢 我们要来雕塑我们的背肌 因为呢 要有性感的小背 穿衣服才会好看 我们常常都不会练到我们的背肌 或是特别去练它 所以呢 这是一个遗忘的一块世界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来训练我们的背肌 雕塑一下背部的肌肉 才不会看起来虎背胸腰 那今天的运动模式呢 一样呢 每个动作都要做一分钟 然后我们会有四组的动作 每一组呢 都会有四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都会做类似心肺运动的一些交互蹲跳 然后第二个动作我们需要用到哑铃来做的动作 然后第三个动作一样是需要用到哑铃 嗚 慢慢看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Grace Life海滩速成计划的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所要训练的肌肉部位呢 是我们的背肌 那这一天 话说 通常呢 我们的背部是一个遗忘的世界 因为呢 我们在做动作常常会忘记我们有背部这块肌肉 但是背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你如果常常训练腹肌 但是没有训练后面的核心这一部分的话呢 会常常造成腰酸背痛 那除此以外 你如果穿衣服要好看的话 背部一定要有一点肌肉线条 穿衣服才会好看 除此之外呢 穿 除此之外呢 你如果有背部线条的话呢 穿吊嘎那种 削尖式的小背心的话才会好看 那我们今天的运动模式一样 每个动作要做一分钟 我们总共会有四组的动作 每组会有四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都会是类似交互蹲跳 让你心肺速度 不是心肺速度 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一点点 然后再来的二 三 四个动作都是做肌肉雕塑的动作 我们有些动作会需要用到哑铃 但是你如果没有哑铃的话呢 可以拿宝特瓶或是一些有重量的物品来代替 OK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来做暖身运动吧 Alright 今天的动作呢 应该会挺新颖的 应该不是新颖 就是我们比较不常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呢 希望你们会喜欢 OK 第一个动作我们先做上 向上 向左右 上 左右 让我们的肌肉呢稍微暖身 关节稍微打开 来 心跳速度稍微增快一点 OK 再来呢 我们要做向左边 向右边 Alright 再来呢 直接向下 跨圈 垂直拉起来 换边 最后一次 再来呢 我要你双手在前 向后打开 回到中间 五四三二一 再一次才会做一样 数量一样 OK 现在我要你手向上 然后向后拉 向上 加上踏步 再来呢 最后一个是原地小跑步 你今天的动作呢 你如果有弹力带的话 也可以拿来用 不止 只有哑铃才可以做这些动作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结合两个 OK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动作 OK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开合交互蹲跳 所以呢 动作是这样做 OK 那简单版的话呢 你就是左右踏步 OK OK 等到时间到数计时 准备 OK 准备 开始 很有控制的 手臂 开合 不要乱甩 OK 可以加快速度 我们每一组只有一个心肺动作 心肺运动的动作 所以呢 利用这个机会 速度加快 快点速了 快点速了 剩下不到十秒钟 OK 非常好 再来呢 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打出你的哑铃 OK 然后呢 我们要做Bend Over Rub 所以呢 双脚 差不多 与肩同宽 膝盖弯曲 身体向前傾斜一点点 然后呢 右手 向后 手肘 夹紧身体 OK 慢慢放下 睡起来 慢慢放下 好 等闹钟 等闹钟 预备 开始 所以向前 膝盖弯曲 记得我们今天 耍脸的肌肉 是你背部肌肉 肌肉 所以在做的动作 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 感觉好像都是手臂肌肉 在出力 但是呢 这就是 你要用你的大脑 去控制 你的肌肉部位 背 你要去想着你的背部肌肉 思考它 说 背 你要出力 身体拿平行于地面 不要向右边这样打开 OK 背部用力 成一直线 不要凹背 但是也不要脱背 但是也不要脱背 好 休息 呼 再来呢 下的动作我们要换左边 但是我们先甩一下 我们有差不多30秒钟的休息时间 然后换左边 随地都可以 运动 小跑步 OK 拿起你的哑铃 这次是换左边 OK 双脚与肩同关 膝盖稍微弯曲 慢慢放下 想着你的背 夹紧 夹紧 起来的时候停顿 夹紧 慢慢放下 背 夹紧 可以 可以 剩下不到15秒钟 結束 再來呢 下一個工作是地板動作 OK 所以櫃子了 然後呢 手掌放在地面上 我要你呢 講輕一點 等一下 右腳向後 左手向前 上下 上下 OK 然後呢 30秒鐘以後 我要你換成 手原本是一前一後 對不對 30秒鐘的時候 我要你手放到側邊上下 OK 預備 開始 記得呼吸 脖子伸直 不是伸直 脖子延長 預備 右手放到左邊 3 2 1 放左邊 呼 酸 很酸 特別是腳 肚子撐著 核心用力 可以 剩下10秒鐘 你可以的 不要放鬆 5 4 3 2 2 5 Yeah that was difficult OK 第一組結束 再來呢 我們來做第二組的動作 第二組呢 一樣呢 我們要先從心肺運動開始 然後 四肢心肺運動跟剛剛的一樣 所以是 開合 交互蹲跳 OK 然後呢 第二個動作 我們要做剛剛那個Bird Dog的動作 原地想要跑步 調節一下呼吸 剛剛Bird Dog真的還蠻困難的 預備 5 4 3 5 4 4 3 OK 開合 交互蹲跳 每次要做練背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 好想放屁 是怎樣 運動的時候放屁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要覺得很奇怪 OK 一半時間快過去了 加快速度 2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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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速度 OK 下一個動作是Bird up的動作 換另外一邊 所以跪著 掌心放在地上 然後這一次我們左腳向後延伸 右腳右手向前然後上下 OK 然後30秒鐘的時候一樣會跟你說 然後右手改到側邊上下 OK 深呼吸 起來 倒數計時 預備 脖子延伸 快結束了 等一下右手要換側邊 預備 開始 撐著 剩下10秒鐘 9 8 7 6 5 4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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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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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10秒鐘 8 7 6 4 OK 呼 再來呢 下一動作我要你站起來 OK 呼 很累 呼 然後呢 拿起一個很輕很輕的啞鈴 呼 然後呢 放在你的手掌心 手肘彎曲 然後呢 向後夾緊回到前面 向後夾緊回到前面 OK 所以呢都是你肩膀的力量 向中間 OK 夾緊 Alright 不是你手部的力量啊 所以 背部用力 背部用力 上手臂黏著你的身體兩側 呼 那你知道不是你的手臂在動的原因 是因為你這樣幅度不會很大 因為全部都是你背部的肌肉 在contract 好 第二组呢结束 再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三组的动作 第三组呢我们第二组一样是心肺运动 这一次的心肺运动呢我要上下交互蹲跳 OK所以呢简单版就是踏步踏步 那一般的版本就是跳开合 OK 倒数计时预备 开始 OK 看我们的速度加快 OK 非常好 接下来的动作呢 要你拿哑铃 然后呢 你如果不拿哑铃的话没有关系 这个动作比较困难 我拿的是很轻的哑铃 只有三棒 OK 这个动作呢 我让你手放在前方 有点好像要硬举一样 所以呢 膝盖微微弯曲 然后呢向前 然后呢手 开 然后起来 OK 所以向前 手臂 打开 回来 OK 预备 开始 你如果不想要这样子起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继续的做 继续的做 这样子你可以做比较多 但是你如果觉得好像快不行了 需要休息的话呢 那你就是做完以后 起来 回去 会有一点点休息的时间 或者你做到一半 你想说不要拿哑铃 可能就把哑铃放下 因为这个动作 做利用的肌肉 是我们平时 比较少用到的肌肉 起来的时候 可以稍微停一下 慢慢的放下 起来 停 慢慢放下 OK 然后下一个动作呢 我要你手放在耳朵后方 然后 双手与肩同宽 然后呢 要向前一鞠躬 然后呢 起来 OK 所以非常简单 记得手肘呢 向左右打开 不要这样子 缩头污尾 手肘打开的话呢 帮助你能够 呃 姿势好看 然后也挺胸 动作做的正确 OK 预备 开始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腰部 跟你的腰部 跟你的背部 再用力 不是你腰部 应该是说你的背部 肩本这边 上背 屁股几乎不动 就是你的上半身向前 肩膀 肩膀稍微弯曲 脚站稳 手肘打开 剩下十秒钟 好 非常好 第三组的最后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overhead pull down 然后下一个动作呢 你如果弹一带的话 弹一带放在手肘这边 然后呢 双手放在头上 然后呢 向下 拉 然后起来 OK 那你如果没有弹力带 你就拿轻一点的压力 一样呢 手放在上面 然后向后 肩胛骨夹紧 然后下上推举 OK 看你想要用什么方法都OK 那我想要用的是 今天想要用弹力带来做这个动作 所以今天拿弹力带来 预备 手向上 开始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腹肌要用力 不要让你的背 熬 好 好 好 太悲似了 小四 小四 呆 小四 小 six 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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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 呼呼呼 呼呼 Alright 這是第三組最後一動作 我們要進入第四組的動作 第四組回到剛剛的 上下交互蹲跳 然後讓我們的心跳速度 嗯哼 嗯哼嗯哼 OK這已經是最後一組的動作 所以今天運動快要結束 有沒有感覺到 有一種擴兇的感覺 因為我們的背給它 伸展延展開來了 OK我們現在就是等到 計時原地小跑步 剩下不到十秒鐘 呼呼準備 開始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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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二十秒鐘 呼呼 呼 繼續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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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速度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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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呼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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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後夾緊 跟剛剛這個動作有點像 但是這個動作因為你手不是在左右兩側 所以你可以拿啞鈴 比較不會運用到的力量是你手臂肌肉 因為我們今天的表演說是背部肌肉 所以呢 手伸直向後夾緊 向後夾緊 預備 開始 都是你背部的肌肉 手臂幾乎沒有出力喔 所以你如果看 背 從後面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的背部夾緊 OK 繼續 剩下一半的時間 快結束囉 剩下15秒鐘 趁熱點 OK 起來 再來呢 下一個動作呢 有一點困難 所以拿輕一點的啞鈴 或是不要拿啞鈴都可以 我要你趴在地上 OK 然後通常背功就是 手跟腳都會結起來 對不對 這一次呢 我只要你上半身起來 但是呢 手呢 前面可以握在你的牙鈴 所以上半身起來的時候呢 起來 放下 OK 那我剛好這邊有一個沙發可以潰勒 讓我的下腿部不會這樣子起來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潰勒的話呢 你就盡量上半身起來 放下 上半身起來 放下 那你如果有地方可以潰勒的話呢 起來 放下 真的 遮瑞 你這樣 吃一片 甜蠅 牛 喝 鬆 救火 黙 按 Trans pope Alright 非常好 這樣最後的動作 非常的簡單 就是核心撐著 核心是個非常方便的動作 因為練了不只背部 肚子啊腹肌都練得到 所以呢 我要你做最困難的版本 就是 手肘核心撐著 你如果需要的話 你就把膝蓋放下 如果還是不行 手掌 倒地 ok 預備 開始 你就撐在這個地方 原地不動 你如果想要挑戰自己的話 可以前後搖擺 或是撐著不動 剩下40秒鐘 深呼吸 去快樂世界 想想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 想一下我家的狗啊 怎麼這麼可愛啊 在睡覺啊 待會想要吃什麼東西啊 現在台灣天氣如何啊 我聽說現在台灣天氣空污很嚴重 所以呢 運動還是在家做比較好 不然如果出去外面跑步的話 把那些 particulate matter 都呼吸進去 預備 結束 呼 呼 OK 非常好 呼 我們來做伸展操 OK 伸展操的第一個動作呢 我要你把身體推起來 蹲下 然後呢 膝蓋伸伸 然後呢 上半身慢慢的捲起來 但是很慢很慢 呼 好 然後我要你左右畫圈 所以你先摸左 摸右腳 然後畫圈向前 手掌著地 然後到左邊 然後慢慢的拉起來 呼 再一次 向下 到中間 手掌著地 然後這次呢 往你現在呢 雙腳打開一點點 看能不能夠更向前 OK 然後呢 腳從旁邊走到中間 一點 OK 然後到右邊 慢慢的起來 OK 再來呢 我要你拉一下手臂的肌肉 現在我們今天手臂其實也有用到 向右邊轉 放鬆 換另外一邊 回中間放鬆 再呢 手向上 向左 向右邊 欸 應該是左邊 回中間 換另外一邊 回中間 再來呢 最後的動作我要你做 頭的旋轉 所以今天的脖子其實也蠻用力的 反方向 前順 向右邊看看 左邊看看 最後一次向前鞠躬 然後慢慢的拉 起來 上呼吸 雙手向左右 延伸 结束 我们今天的运动到此结束 希望你有喜欢这一次的海滩速成计划 那你如果喜欢的话呢 一定要留言跟我说 或是你喜欢这种类似 这种比较没有太多的心愿运动 但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肌肉雕塑运动的话 一定要跟我说 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设计更多这种 你们所喜欢的运动 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咯 Bye